好 一分钟准备 你如果回到某个阶段 你会做一个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吗 或者是想回到过去 跟以前的自己说什么 马上上台了 一句话都不想说 尽力吧 加油 所有人手机关机有烟 我还是会很紧张 还是会不行 心跳加速 有的时候 还是会唱完第一首歌会 手都发麻 会紧张到这样的程度 周深想到你身边 个人线上演唱会花絮上线了 8月6号晚 2022抖音夏日歌会首场 想到你身边 线上直播音乐会上 周深为歌迷们带来了一场 别开盛面的夏日音乐放送 时隔两年 时隔两年再度举办个人音乐专场 周深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带着他的歌声 走到好久不见的歌迷身边 为歌迷们送上一份 温暖之遇的特别礼物 在唱着 二世的歌谣 你看那迷风在 不远处 梦缘的 不远处 如果要再流远泪 也会是幸福的泪 不停的闭上眼 又睁开眼 你会不会再出现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挥迟的远方 好像永远不会让听者失望 每次的舞台总会让人惊艳 也一次次的用现场演绎着什么是实力歌手 其实这也侧面证实了 周深舞台之下一直都在默默努力练习唱功 从未有过松懈 当周深说 蒙指头把自己撞碎 总让我想起 他把刺拔掉 然后吞下去 知道你这一路走来的不易 但从不知道 你的内心到底承受多少的苦痛与煎熬 挣扎与决绝 在人前 你是快乐小神仙 是开心果 嘻嘻哈哈 没心没肺 你总是告诉我们 无论如何都要开心 要爱自己 要做自己的光 不相信 我觉得害怕我在一直蒙头去撞那个方向的时候 把自己撞碎了 其实那个时候 我会没有办法再把自己剪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方向很重要 就是这一点 谢谢老师们 谢谢老师们 再见 再见 想到你身边 8月6日 开始变身 哇 木 哇 我第一次见这个舞美 哎 老师们好 哈喽 我先试着这个 你们试一下 尔法呀 麦的声音 然后呢再把 改变的裙子 你看那个像试一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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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让周深备受歧视的声音 竟然是他最宝贵的天赋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 周深也是在一步步接纳自己 认清自己之后 才意识到这件事 才学会从自己的不一样当中收获自信 慢慢变成现在这个可爱又活泼的样子 不只是好声音到现在的8年 从周深小学三四年级加入合唱团开始 他走过很多很多的弯路 遇到过很多很多的挫折 还有过很多很多的委屈和心酸 但是回过头来 一路走来 一步接着一步 没有一步是白费 最后一天 后面一直工作下来 我会发现我的目标沉没了我想留在舞台上 这句话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找个地方唱歌不就好了吗 因为我是一个之前也在街边唱过的人 然后再到现在我有这样的舞台 有这样的灯光 然后能够就是那么多走位啊 然后有那么多舞美搭配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三二一 用尽了全力 努力的怀疑 唱光亮也会非常非常地有感觉 看起来再强大的一个人 他都有他柔软的一面 他都有自己把自己 关在一个心情当中去看自己的一面 就会觉得哪怕我们再柔软 再弱小 再微弱 但是我们都可以去感谢那一个 在那么多复杂情绪当中 还愿意去成为无谓的那一个自己 其实周深特别像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男主角 明明是天将大人的奇才 却先经历了无数的坎坷 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些逆境 今天的周深才成长为一个强大而又坚定的人 他不再是曾经那个害怕自己的声音 不被接纳的小男孩 而是拥有爱拥有力量的歌手周深 记得有一个采访 记者问周深 你觉得你内心最坚强的部分是什么 周深回答 是想唱歌 即便面对黑暗 即便遭受歧视 但是在他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 那颗想唱歌 以及想要和音乐在一起的心从未改变 梦想这个东西是不会被压抑的 它永远会在你的心中 而如今的周深也成为了各大卫视争强的晚会人选 一次次登上更新一的舞台 周深不仅在国内获得了高度的认可 在海外同样拥有着大量的粉丝 周深在乌克兰学音乐的时候 就非常热衷于学习各国的语言 至今他已经在舞台上完成了十种不同语言的演唱现场 不管是西班牙歌曲还是法国歌曲 周深都能很好的驾驭 并且还唱哭了不少外国歌迷 他们还纷纷表示要为了周深学习中国话 周深也渐渐的像周杰伦一样 将中国的音乐推向了世界 感谢这个世界有音乐 感谢音乐里有周深 超受孔的 现在我也是 我就跟自己非常熟的人 我还是会就很疯很闹 但但凡出现了两个以上的陌生人 我不会说话的 然后呢今天 很多更明他们给我的鼓励 让我开始慢慢去展现自己 跟朋友的那个状态 我放松下来好像可以让很多人 感觉到快乐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很有意义 而且很幸运 给大家的表情 包括数据 都会吸引下来 哎呀还负责每个 我给大家四个 有没有解到你们自己去看吗 最有感觉 那你不用提了 一定是大鱼 因为它对我来说 意义过于重大 它帮我度过了 没有人知道周深是谁 然后开始慢慢有人知道 周深这个名字下面的声音 长什么样 这整个过程当中 大鱼都一直在中间穿梭 它让更多人去抹掉了很多的一些界限 去听我的声音 以及喜欢我的声音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哪一首歌 就在治愈着一个人 就看到一些评论 他们说我的歌陪他们 经历他们上高考的时候啊 或者跟谁吵架的时候 都听我的歌度过 我觉得哇 原来在不知不觉的角落 我在努力做的事情 有治愈到别人 陪伴着别人 就像我们今天主题一样 想到你身边 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 谢谢 心灵上我的医生 对 心灵上我的医生 啊 我成功地成为了一位医生 原来 也是不用那么牵强 谢谢我们每一个相遇 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一切都好好玩 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